五段47.8公里处边坡发生土石流掩埋铁柜 公务单位人员都出动机局跟人力在那边抢凶 大概三十几个人 在宜兰下起的豪雨不止冲毁铁柜也淹没道路 桥下的溪流水未暴升 溪水里还夹杂许多泥沙 整条溪变成了土黄色 因为水流过快还掀起层层浪花 大量泥水流进低洼的寒洞造成积水 路旁的农田也被豪雨淹没 农作物都浸泡在水里 唯有路上的积水不停地往低处冲刷 大量的雨水还冲进工厂内灌进办公室 屋内的桌子椅子全泡在水中 会在滨海路五段的这家食品加工厂 每逢好大雨都会因为水流宣泄不及 造成惨重损失 大雨狂炸宜兰24小时累计降下200毫米以上 多处都传出灾情 记者林医生王一德宜兰报导 这在屏东一位男童远距校学连不上线 趴在桌上痛哭还要警察神救援 拍出所监视器拍下 一早七点多一位阿嬷慌慌张张跑来求助 因为国小三年级的孙子在家远距教学 网路却断线把孩子给急哭了 照片中男童坐在客厅不能上课 心情超沮丧 干脆趴下来大哭 警察贝贝赶到家里即可救援 事发地点在屏东潮州 警察赶快帮忙连线还一边安抚男童 终于经过半小时成功连线开始上课 男童看到老师跟同学才破题微笑 全台停止实体课程 所有的小朋友远距上课 遇到网路不给力 让男童跟阿嬷束手无策 趴在家里哭 幸好及时解决 记者张春华罗彩瑶屏东报道 正在台中一家六口 因为医院的疏失 结果白白隔离了十天 那么现在医院说 一人要赔偿一万二 这一家人非常不满 他们说光薪水就损失有七万元 所以他们现在希望 卫生局能够介入处理 民众抽小姐一家六口 上个月因为医院上传资料错误 导致妈妈被乌龙确诊 整家子白白隔离七天 甚至十天 全家六个人 除了一名是学生以外 其他五人都因此无法工作 没想到如今医院说要赔 金额却只给一万两千元 造成我们的困难 后续有送一盒离盒给我们 那就再也没消息了 就是积极性很差的对 对对对对 当时妈妈是喉咙痛发烧 到医院PCR被通知确诊 结果前一天才发现 根本没染疫 事后他们体训医护人员辛劳 还主动捐出一百份炒饭跟饮料 不过现在因为赔偿金问题 无法谅解医院的做法 他们说算一算 隔离期间薪水加总就损失六万一千元 伙食费也花了八千元 一万二的赔偿 根本无法打平六个人的损失 可以向卫生局这边提出 医疗纠纷的调处申请 提供医病双方的一个沟通的管道 当时医院结稿前仍联系不上 医院筛检结果出包 原本以为落幕 没想到因为赔偿金 让事件持续延烧 记者黄翔富王山 SNG小组台中报道 在屏东有一名三个月大的男婴染疫发烧 判断要住院 但是居然是要跟大人共用 而且厕所是共用 这妈妈气得喷文痛骂了 另外屏东还发生 有一名八岁男后送医 被三间医院拒收 县长潘孟安居然说没有医德 这句话让医护炸过了 三个月大小男婴染疫 额头贴了好大一块退热贴 让红的小脸蛋躺在大人病床上 发出撒哑声音 妈妈好心疼 扑文痛骂 什么叫做与病毒共存 疫苗没得打 隔离病房还是大人小孩一起住 厕所也一起用 需要跟棺材共存吗 适者生存 不是者淘汰吗 政府干嘛还要叫我们生小孩 因为家里有人染疫 6月1号小男婴发病 烧到38度 送到福音医院急诊 发现隔离病房 要跟其他染疫者共用厕所 妈妈直接带回家自己雇 晚上又烧到39度 11点赶快送到平基 大人一间小孩一千 这样比较好吧 确诊的婴儿都是 有相对的隔离床 还有专得的病房 孩子发烧谁不担心 直集屏东基督教医院急诊室 患者等看诊 屏东一位妈妈带着8岁发烧 确诊的儿子 连跑三家医院 包括评级都拒收 被屏东县长潘梦案说 没有医德 热怒医活